她跟我要我身份證之後 過一個小時左右 我就先收到她Facebook的訊息 我跟小姐覺得 哇 怎麼可以這樣子 所以其實她是想要搭上我 那我剛剛到底是 有沒有被合理的原因被盤查 事情就發生在新莊 當時蔡小姐走在路上 準備要去找朋友 想不到被遠景攔了下來 開口就問她穿這麼清涼要去哪裡 還要求查看她的身份證 那一天我就是穿細肩帶 外面一件罩衫跟一件短褲 那我就遇到這名遠景過來 就說 欸小姐 穿這麼清涼要去哪裡 她的態度是 語氣是很輕飄的 可是我當下沒有拒絕的原因是 就我覺得她會這麼盤查 一定是有她的理由啦 後續她放行之後 過一個小時左右 我就先收到她Facebook的訊息 我那時候Facebook是本名 沒多久之後 她可能發現我Facebook沒有回 那Facebook的功能是可以聯動到IG的 後來就跑去IG私訊我這樣 私訊直接表明身份就是剛剛盤查的遠景 還表示要交個朋友讓慕容很傻眼 我給人家覺得 哇 怎麼可以這樣子 就是所以其實她是想要搭上我嘛 就是想法就蠻複雜 我想說那我剛剛到底是 有沒有被合理的原因被盤查 如果只是想要跟我要聯繫方式的話 就透過自己的警察的職權 跟我拿身份證看我的名字 再去查我覺得 感受上就非常不舒服 對 事實上這件事發生在三年前 最近慕容在Instagram上提到這件事 才引起熱烈討論 不過這似乎不是個案 因為帖文一出馬上有 有女生私訊表示遇過同樣的狀況 還有好幾位同業 拆除盤查人的就是告信遠景 我會直接告她 你對我是這樣 那你是不是還會 對其他的女生也是這樣子 我覺得一開始遇到的話 可能還是會有輕忽吧 畢竟是警察 你還是會有點想說 是不是有什麼問題 需要協助這樣 但我覺得如果後面的 臉書收到的話 肯定是會封鎖吧 一定會去檢註 看看是哪一個分局吧 畢竟身為警察 這樣的行為真的是不太好 新州分局回應 當時遠景基於該處是學生活動區 才會千萬關心 當沒有使用公務資訊電腦查詢個資 經有核對證件後就放行了 是在聊天中得知女生的IG化名 才會事後用IG傳訊息 分局已經合與申界處分 並要求單位主管加強輔導 不過這樣的說法 讓慕容沒辦法接受 就蠻錯愕的 就是因為我去查了一下 警員服務證 遺失的話 也是一支申界 其他輕微事項 是一支申界 這個懲處會讓人覺得說 所以對於這件事情來說 警方會認為這是一件小事 很輕微 新州分局的回應就是說 他是在跟我聊天的過程中 我主動提供我IG的畫面 這一點我想要反駁 就是我那時候根本沒有這個IG化名 我其實只是針對這名援警 我希望他有道歉而已 也希望呼籲警戒 不要再有類似的事情發生 因為我相信多數警察 還是很真實的好警察 以為是遇到盤查 結果是要搭訕 這樣的行為 不但讓女生不舒服 也會讓警察的形象蒙上陰影 在陰影中 我共產黨的路上 真實說 這是一個深刻的冥想 假的 我先看到 充目 切